清定法师拜师的珍贵视频公开后 为何掀起波澜 2016年 一个尘封了20多年的佛门密文 在网络上传开了 这是一段珍贵视频 真实记录了汉帝第一高僧 清定法师拜师的过程 这是一件佛门信使因缘 众多见闻者 纷纷发来评论随喜赞叹 却有一些人跳出来质疑和否定 掀起了一个不小的网络评论波澜 有的人说 这视频是假的 也有的说 清定法师是被逼的 被蒙蔽去拜师的 也有人说 打死我也不相信 清定法师真的去拜师 甚至有人说 清定法师晚年时 糊涂了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笔者早年曾经有缘 接触过清定法师 原脉丛林 深深为清定法师 弘法力生的一生 所震撼和感动 当看到清定大师 拜当今真正注视佛陀 拿摩羌佛为师的视频记录时 内心的欢喜无以言表 同时 当我看到网络上一些恶意的诽谤和不明真相的附和 有痛心不已 为了帮助有缘看到这段珍贵视频的人们 运势真相不受误导 笔者就此说几点看法 供各位参考 一 认识清定法师 清定法师生于1903年浙江省三门县 俗名郑泉山 他是藏传佛教格鲁巴大跃如来康萨派29代能海大师之法成传人 1941年出家为僧 是当代汉人中的皇教领袖 中年时急证显密巨通之境 1955年 因肃反运动 清定法师含冤入狱 祸事后 1986年 清定法师返回成都昭爵寺任方丈时 昭爵寺悬空的柱头忽然落地 丹瓢不翼而飞 菩提树飞宋猛掌 将石碑包得丝毫不屑 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 正硬起了该死明朝古德道际祖师之预计 树包碑 丹瓢飞 筑头落地 祖师归 由此 清定法师被世人称之为道魁祖师再来 法师戒律严明 经济修持 门下弟子 上百万众 遍及海内外 颇受众人敬仰 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普初长老曾说 清定法师是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僧 二 清定法师为何还要拜南摩江佛为师 清定法师作为格鲁巴大跃如来康萨派第三时代传人 从门海法师处接成了密法大威德金刚的法 但由于当时的世源变化 清定法师并未能圆满得到秘密灌顶 这一直是法师到瓦尼时的一块心病 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得到了门海法师的传法 但若没有得到圆满的秘密灌顶 要挣得更大成就还是很困难的 1992年 清定法师有幸攻读到南摩江佛当时的云高大师 所著新京讲义出版前的首稿大为震撼 基于当年7月15日为谦佛所著新京讲义写下播序 1993年因缘成熟 时值九十高龄的清定法师得尽感召 终于拜见到了南摩谦佛 法师在拜南摩谦佛为师当天 即或秘密灌顶 才算圆满了西乌正道国 清定法师拜师视频尘封了二十多年后 于2016年得以公开 下面播放清定法师拜师原视频录像实况的节选 这段珍贵视频是由当时的成都企业生产部 朱世勇先生在现场做摄影记录的 为证明整个过程的真实性 朱世勇先生做了负法律责任的发誓 据视频录制者朱世勇的记录 1993年下的一天上午十点左右 清定法师在其当时的四者 现任昭觉寺方丈四言法法师 和四者四明念法师的陪同下 法师一行三人还留下来 在拿摩羌佛佛堂吃了午饭 三是谁在否定清定法师拜师 清定法师在拜拿摩羌佛为师的录像在网络传开后 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随喜赞叹的声音此起彼伏 但也掺杂着一些反对否定的声音 这些反对者始终无法接受清定法师拜拿摩羌佛为师的事实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在反对和诽谤拿摩第三十多节羌佛 下面举几例反对者是如何发表言论否定事实真相的 例如当摄影者朱世勇发誓文出来说明事实时 有居心叵测者立即说 没有成都企业生产部这个单位 也不存在朱世勇这个人 诽谤者拿出的依据是根据现在企业名称规律来设想的 岂不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都是如此取名称的 再比如说 既然说视频是假的 图片是PS的 那就拿出权威的验证结果来证明啊 可为什么却只会用着头皮反对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明呢 还有人说 清定法师是被逼的 被蒙蔽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 清定法师是一代高僧大德 法律道德威证国内外 如果法师是被逼的说法成立 那么请问是哪个部门或哪个人有能耐有理由 逼得动当时已经九十高名德高望重的清定法师去办诗呢 同时 虽然当时清定法师以年制茂蝶 但不要忘了他是真正的高僧 在一九九三年的一次佛魔法会上 就大写神通自身变为地藏王菩萨身相 如此一位大成就的大师必然有非凡的定静观照力 怎么可能被蒙蔽呢 清定法师在没有拜见到南无第三十多节羌佛的前一年 即一九九二年 就为羌佛所中心经讲义写播序 并赞誉说 钱无古得可及 就足以说明法师早已观照到谦佛 是聚德再来才迁老拜师的 还有自称是清定法师弟子的人 无凭无据 肆意否定清定法师拜佛陀为师的事实 如果真是清定法师门下的弟子 那么这种人不仅把清定圣僧看成是凡夫 更是一种欺失秘祖的行为 凡夫是无法知道圣者的世界 行为造诣高深的清定法师 如果不是观照到当时的南无枪佛是真正巨圣将士 又怎么可能离拜于那位年轻的巨圣呢 可见在现场拍摄者记录的事实面前 在佛法羞耻原则和高僧实际 心形正道事实面前所有的否定反对都是苍白无力的 不难明白想否定这段历史的人只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为反对而反对罢了 这犹如双手蒙住眼睛明明事实摆在面前去故意高喊 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 这不是很可笑吗 末法时期佛门乱象层出不穷 善良的人们千万要清醒头脑 不要受谣言所迷惑 而错失了能够让众生走向沉浸解脱的 大好姻缘